大家好,這裡是Moji 今天呢,我們要回來玩《柳太郎傳記 武功春篇》 那我們就從上一個進度開始 我們上一次呢,就被那個男孩救了 呃...浪業家的那個... 忘記叫什麼名字了,反正就是被他救 那我們現在好像要去那個山洞 就是想辦法逃出去 應該...不會在半路上遇到其他人吧 太可怕了 喔,真的沒人呢,我們直接走吧 為吸血點...呃... 為吸血鬼點上五柱火 吸血鬼? 呃...怕怕,衝得到 奇怪行中的石頭呢 這前面沒有照明的話,就不給鏡啊 我們...對,我們那時候會有拿到鐵燈 他現在是有啦 喔,那個叫永人看到了 只是有點太暗了吧 有照明跟沒照明一樣啊 欸,有了 有大燭呢 好 一樣有照明跟沒照明一樣 啊 啊 喔,有蝙蝠 有什麼聲音嚇死我 天啊 這根本就是迷宮吧 欸 從縫隙吹進來的風把火給吹熄了 喔,就是這裡 那看可不可以有什麼東西把它塞住 嗯,天啊 還要去找 喔,不能存檔 天啊,糟糕 而且又有那個飄飄跟著我 真的不太妙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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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根來 好像有稍微亮一點點 只是 喔,得到了雞肉 我現在各位沒辦法念台詞 那我們直接回去 喔,沒有聲音了 那它應該是走掉了 先把它塞住再說 不然我怕等一下就 忘記怎麼回來 好可愛啊 好了 這下就行了吧 那我們現在應該是點了三個了 真的有變比較亮 那還有兩個 我剛剛隱約看到好像有一個 洞是不是 真的 瞬間 喔,那進不去 還有哪裡呢 好大 好,這個我先等一下 我先把蠟燭都點完再說 這個先不要管它 就上面好像還可以上去 欸,太過分了吧 我已經 閃很快了 可是還是被吃了兩滴血 而且又不能存檔 我等一下死掉了 那我不就 糟糕了嗎 啊 很好 一個人來了 啊 抱歉 各位 天啊 那我要重跑一次了 來幫忙大家等我一下吧 好的 現在可以存檔了 剛剛不知道為什麼不能存檔 奇怪了 我們現在又把那三個火給點起來 那我想要去看一下蝙蝠的地方 不曉得有沒有 喔,真的有 可是有點 難躲 欸 欸欸欸 太緊張了 快快快 快點跑 那上面還有一個 先存檔先存檔 快點要死掉 喔 我想說把它全部點好 我們再來去種那個 所謂的擔心島 欸 這門口欸 糟糕 這樣我怎麼進去 喔 喔,這裡是 喔,這裡看來是不行進去的 奇怪喔 嗯 那還有哪裡沒有點到啊 因為它說了五盞 我目前是點到四盞而已 難道真的要先走那個擔心島嗎 我們去看一下好了 我又擔心那個女孩要跑出來 喔 噢 吞噬光明的 呦 深 呦 黑暗 那裡將是你的成眠之處 他們就歡迎著你 是否成為佳燕之 呃 聖燕之佳窑 便看你置身了 喔 他說單行道 喔 單行道可是有一抹孤影症等著我 是誰 誰誰誰誰誰在等我 沒有人 呃 這樣對嗎 我分開床好了 呃 好吧 因為我覺得另外兩個 嘖 不太能進去的感覺 欸 進去看看 呃 什麼聲音 喔果然真的死掉了 可是我們現在已經點完五載應該就行了吧 我覺得最左邊那邊搞不好就不用去 那那那之後呢 之後呢 我我我要做什麼呢 要回去嗎 回去路口 好危險喔 我在想我還出得出去嗎 出得去 出來了 衛星血鬼點上我祝福 我已經點完了 那那那那之後呢 嗯 喔 這點怪物不見了欸 我們就 就就 就就上來了 那像是還在 沒有嗎 但是等會不會還在 稍微看一下啊 又是這個奇怪的石頭 裡面是空的 欸 是栗子 還是別靠近那裡 比較好喔 原來 原來他沒有死 那邊的地下室是共平方之處 就是將活生生的人類放進那裡的 呃 你是栗子小姐吧 看你的樣子好像已經知道真相了嗎 嗯 我問過了永人 才過來這裡的 這個洞窟裡面聽說有解禁是真的嗎 是真的 那事不離遲 在此之前能聽我說些話嗎 什麼 你已經從永人那裡聽說 五五年前成為犧牲者而死去了吧 嗯 我呢 對被當成人住這種事 都要感到怨恨不已 但是比起那個 我更認為必須想辦法讓這種荒謬的儀式 結束不可 在最近 受到這裡的強烈怨念吸引 惡靈黑市聚集在村子裡了 再這樣下去的話 趨勢和縣勢 縣勢和縣勢之間的界線消失也只是時間的問題 界線消失的話會怎麼樣喔 村子裡的惡靈會溢出來 不可收拾 我想請求你的幫忙 是什麼事 我要破壞這個成為惡靈巢穴的洞窟 你說破壞 那要怎麼做 這件事我需要你的助力 古工村從以前開始礦產 礦產變很豐富 經常進行採礦作業 在抹出的倉庫裡 應該還殘留著那時用的炸彈 你希望我把那個找出來嗎 是的 雖然很危險 但可以拜託你嗎 條件是你會告訴我逃出去的密道對吧 你還真明白呢 還好啦 雖然很麻煩 但我會幫你到最後 解線好像曾在看過在某個倉庫裡炸彈 請小心一點 蛤 那我們又要回去欸 路上小心 喔 喔 可以瞬移的 喔 好方便喔 某個倉庫 那不是在下面嗎 哇那 欸 我記得是那邊欸 所以我們是要從 我們可以從虛勢拿嗎 拿炸彈 試試看好了 要 欸 讓我讓我回去那個地方 抱歉我走錯了 這場怎麼卡住 那 有點危險欸 老實說 對啊 因為我們要從這個密道啊 走到下面那個村莊 才有辦法拿到炸彈 我猜是這樣啦 而且那個倉庫應該是右邊的 欸 不能回去 那那那 這裡有炸彈嗎 喔 有欸 有了 就是這個吧 總之 只要把這個拿過去就行了 得到炸彈 嚇到我 不是我啦 啊 怎麼逃得了啦 怎麼逃得了啦 小兆剛剛就存檔了 又要走一遍 OK各位我發現 他可以推 我不曉得是不是要把他堵住 因為我發現我跑了幾次都跑不過他 那我就試試看吧 看他沒有用 我做了 我還是跑不過他 喔 可以了 原來是 要用兩個箱子啊 用一個沒有用 太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回去 那個 那個女生那邊了 真是 喔 天啊 那個女的又來了 啊 糟糕 竟然堵我欸 堵我欸 我要怎麼跑 啊 總算是回來了 那個就是立基小姐說的怨靈吧 好了 趕緊把事情處理換 回家去 回到家的話就可以一星期無所事事 欸 欸 右邊不太好喔 呃 說起來母親好像重病來著 能趕上就 好好 不要 別過來啊 呃 究竟發生了什麼 哇 人偶給我的血管斷掉了 是這東西 保護了我嗎 快走吧 我還以為 我要死人掉 我已經 逃了好幾次 真的有夠難逃了 應該是水雞出現了 所以還蠻困難 那我們趕快去找立基小姐 哈囉 總之 我能帶的都帶來了 有這些就足夠了 接下來就交給我 為什麼她剛剛眼睛反白有點可怕 春迷開始收出這個洞窟之前 會不會碰在洞窟 因為沒有人要成為犧牲者 啊 那樣的話告訴我密道吧 我之後一個人想辦法解決 謝謝 就拜託這孩子帶路吧 剛剛那隻雞 雞了 完全忘了 跟著這孩子 從後面出去的話 就能從 洞窟逃出去 只是她還是個不太黏光的孩子 不要弄她走丟了 我 我知道 我馬上要準備炸彈 那麼 路上小心 啊 謝謝照顧 就 話說回來 你剛才竟然把我丟著不管 呃 那件事非常抱歉 蛤 說 說話了 嘿 因為是粒子的 拜託 是我才幫你的 就算的話 我去丟下你 是 我察覺到了 這傢伙 哪裡不靈光啊 準備好了 就跟我打話吧 呃 全擋全擋全擋 總覺得應該會迷路 好 一直馬上就要下降這個動物了吧 要趕緊 出口前進 又跑了又跑了 我好怕跟丟 欸 你走太快了吧 他轉彎的時候好快 完蛋我就跟不上 激怒 激怒 嘿嘿嘿 你幹嘛 哼 跑太快了 真的是 我已經跟不上他了 我完全不知道要走哪裡了 完蛋了 我迷路了哪 啊 看到他咧 看到他的屁股 欸 欸 這嗎 我沒想到他走得出去啊 是外面 開始了呢 趕緊離開這裡吧 動物在崩塌啊 朱瑟啊 生命發漏了 這純質要完蛋了 欸 這膩子是真的死掉了嗎 什麼 剛才腦海中傳的聲音 無奈 無奈此池塘之神 是 是神病大人啊 這聲音是姐姐 赤 赤於五如此難以下咽的人類 究竟抑鬱何為 咦咦 咦咦 諾此 欸 比起此是 五更愛祭典 給屋 舉行 舉行盛大的敬典 祭典 如此以來 無遍 無遍相如等 約定古屋的豐收 這是真的嗎 原來是這麼回事 姐姐 謝謝你 喂 大家 既然如此決定了 開始聲納祭典吧 我 不用當祭兵 也沒關係了嗎 嗯 這種愚蠢的儀式 已經結束了 唉 可是聶子小姐是真的死掉了嗎 是這樣子嗎 應該是吧 因為不然她一個女孩子 在那個洞窟裡怎麼生活 我已經走了 已經不會再見面了吧 如果有機會再次遇見她的話 希望屆時能讓我補償此次的事件 嗯 金也帶回來了 居然還發生這種事情呢 別添添帶過 真是的 竟然還寄來母親重病什麼的 騙了個性 因為如果不這樣的話 哥哥完全不會回來嘛 是啊 上一次回來 已經是五年前的事了 我因為這樣差一點死掉耶 你考慮一下我的心情吧 哎呀呀 反正平安無事不就好了嗎 對 對不起啦 好結束了 我們終於順利的逃出來了 還養了一隻雞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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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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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